3月29号 美国一个反仇视亚裔的运动正在进行当中 到3月底已经有不少城市举行过类似的游行 有华人组织计划在4月4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天 在美国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仇视亚裔的示威游行 好多城市都要举行 在美国亚裔是否受到了仇视 说实话找出答案其实不容易 如果问是不是受到歧视 恐怕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歧视的存在 但是作为亚裔群体来说 是不是受到集体的仇视 恐怕就很难说了 在谈到仇视问题的时候 作为亚裔有几个问题 应该搞清楚 第一个 目前亚裔受到的仇视 主要不是来自美国的优势族群 说穿了 主要不是来自白人社会 这一点大部分华人 恐怕是深有感受和体会 比如旧金山和纽约 这些华人人数比较多的地方 大多数对华人 或者对亚裔的袭击 其实是来自黑人 而不是白人 这和犹太人被袭击的情况 非常类似 第二 亚裔受到的系统性的歧视和仇视 其实主要来自民主党 美国华人最古老的民权组织 叫同园会 对这个问题 他们看得非常清楚 同园会在三月初的一个声明里面表示 无论如何 CRT都想把学校里面太多的亚裔赶走 这个CRT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他们认为亚裔占的比例太多了 所以CRT就是今天的排华法案 CRT才是真正对亚裔仇恨犯罪 同园会说CRT在隐性偏见 和敏感性培训的掩盖之下 出现在我们的各种工作场所 它假装成文化 种族敏感的各种教学法 渗透到我们的学校 课程包括什么 纽约时报的1619项目 和西雅图的民族数学等课程设置 民族数学我们以前谈过 CRT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 这是民主党进步派 Progressive的一个大的武器 奥巴马时期 这个理论在全美国开始推动 2020年美国各地 有各种各样的种族骚乱 其实我认为与此有关 再比如美国的教育平权法案 就是根据种族对受教育机会 的一个再平衡 华人和亚裔 因为他有重视教育 重视家庭的这种历史传统 所以通常他们的孩子在学校 成绩比较好 但是很多亚裔的孩子 就这样被平权了 这个就是系统性 这个受益者 很明显的不是白人 而是黑人和拉丁裔 正因为如此 美国民主党的媒体 对亚裔的受到伤害的时候 受到歧视和受到仇视的这个问题 通常他们反映的比较犹豫 比如纽约时报 他说亚裔被仇视是因为川普 因为他说中国病毒这个词 这个说法当然极端可笑 因为在美国的华人都清楚 美国社会某些人仇视华人的情况 仇视亚裔的情况 早在2016年以前 就存在多年了 有一些左派媒体 对亚裔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 他会视而不见 因为他们不知道 亚裔和华裔因为受到仇视 而进行反抗 是不是会对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 这个运动造成阻碍 大部分的左派认定亚裔是白人的帮凶 很多人这样说 是美国这个压迫性社会的受益者 所以是应该受到批判的一个族群 我们跟白人其实差不太多了 最典型的说法 就是说亚裔是有这个白人的精神内核 Morally white 这个说法现在在美国相当盛行 就我看来 美国大部分发生的 有亚裔受害者的事件 其实恐怕它并非针对特定族群的 比如说唐人街商铺被抢劫 这个抢劫的人恐怕并不太考虑 这个商铺老板是什么族裔 他的目标是钱是财务 在纽约和加州 华人受到伤害 当然大部分我们都知道 和黑人或者是拉丁有关 这个咱们也别过分解读 因为这可能和这种犯罪人或者作案人 他的社会地位 他的教育背景 他的经济状况有关系 最近美国发生了两个案件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第一个就是亚特兰大一个枪击案 事件里面有六个人死亡 有四个是亚裔 一个是白人 一个是拉丁裔 这个案件 当然警方其实认为 他不是针对亚裔的一个仇恨犯罪 它是另有原因 另一件是在旧金山 一个白人男子 挥拳打了一个华人的老太太 据说是因为这个老太太 正在那出卖 出售 从教会免费领来的一些救济品 这两个案件之后 美国这个反对仇视亚裔的运动 就开始蹦一下就展开了 以前很多亚裔被针对 被仇视 在西雅图 在波特兰 在纽约 在旧金山 但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运动 那为什么会是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纽约 4月4号 这个反仇视亚裔游行的 他们组织者制作的这个标语牌 上面有个黑色的大拳头 写着反对仇视亚裔 这个标志呢 竟然和黑命贵那个大黑拳头 如此的相似 其实呢 3月20号 纽约就有过一次 反仇视亚裔的游行 从现场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 这个游行和这个集会 虽然有不少亚裔 包括很多很多华人去参加 但是组织者 并不是华人 并不是亚裔 在唐人街附近那个集会上面 绝大多数的发言的 上去发言的人 是黑人 在街上维持交通 维持秩序的 大部分是那些年轻的白人 他们喊出的口号呢 除了反对仇视亚裔 什么这个 什么Asian Lives Matter之外 他们也喊 Black Lives Matter 当然 这是纽约的BLM组织的亚裔的游行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 到现在才有这样的游行和机会 而不是去年 亚裔的商铺被砸烂 和华人被殴打情况更严重的时候 去发生这个游行 因为现在终于 有两个白人出现了 当然 另一方面 这次所谓亚裔的大行动 就我所见 其实 是以 在美国的华人 为核心的一场运动 参加组织这些活动的 大部分 是那些 和中共 使领馆 关系非常密切的 所谓 同乡会 商会 这些组织的名号 华人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他们总会在 北京特别需要的时候 出来喊这些北京的口号 上个星期 我们都知道 美国和中共 在阿拉斯加会晤 中共代表杨洁篪 发表一番强硬的讲话 他说什么 批判美国屠杀黑人 美国国内人权状况 非常非常糟糕 所以他就拒绝 你来自美国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指责 是不是 这难道是巧合吗 我当然不认为 上周末 这个反对 仇视亚裔的游行里面 就有和 我们现在推动的 民权运动 完全无关的口号 比如说 支持朝鲜和中国 反对美帝国主义 还有亚裔黑人 拉丁裔白人 工人团结起来 等等这样的口号 根本就是在 为杨洁篪的强硬表态 做呼应 这种工人团结起来 就是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口号 我觉得这场运动 背后的组织者 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以前华人或者亚裔 会提出反对歧视 对不对 因为在美国 歧视这个词 比较通用 也比较 大家比较清楚 但这一次运动里面 这个定位是 反对仇视亚裔 不是歧视亚裔 它是仇视 仇视和歧视 中文看就相差一个字 很类似 但终究 它是不同的 因为亚裔 它不是经济上的受害者 对不对 亚裔通常 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 而且收入也比较高 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 在亚裔这个地方 说不通 你制度性歧视 和系统性的压迫 为什么没有让亚裔的 社会地位受到重创呢 所以仇视 在这个地方 变成了一个替代品 过去一年多 越来越多的亚裔 尤其是比较成功的亚裔 开始政治倾向 偏向保守的共和党 而偏离激进的民主党 这让民主党中的极左派 相当相当的忧虑 他们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或者一个标志性的运动 来扭转这个局面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不过我看呢 这一场所谓反对仇视亚裔的运动 最后一定会不了了之 不会有任何结果 为什么呢 首先 亚裔不可能去支持 北朝鲜和中共 反对美帝国主义 通常他们也不是产业工人阶级 亚裔的蓝领工人数量 其实不多 第二 这场运动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你反对仇视 是 没错 我们大家都反对仇视 不仅是反对仇视亚裔 大家反对仇视任何人类的群体 对吧 但是怎么样呢 如何呢 具体的标志是什么呢 你具体的诉求 你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 有没有可操作的政策 答案是没有 因为对华人来说 他们第一个最关心的 是学校的教育问题 他们的孩子可以受到公平的待遇 有平等的机会 就像马丁路德金说的 我有一个梦 这个社会 是以他们个人品德和他们的能力 去评价他们 而不是肤色或者种族 对吧 所以华人或者亚裔的孩子 不能被排斥出这些优质的学校 不能被限额进入长春藤的大学 第二个 他们最关心的话题 是少交税 华人和亚裔 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 他们更愿意去创业 当年中国共产党为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 怎么去隔资本家 去要隔资本主义尾巴 因为中国人一搞就去做生意去了 因为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 他们是潜在的资产阶级 而这种特质在邓小平之后 中国经济成长中 发挥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愿意吃苦 不怕失败 当然 他们和所有资本家都一样 不喜欢交多税 不喜欢交税 尤其不喜欢这种高税率 第三 对于大部分亚裔来说 他们没有受到警察的压迫 对不对 反而他们需要警方多派人手 增加对亚裔社区 比如说唐人街 这个巡逻 要保护 所以他们要求市政府 增加对警队的拨款 这样警察才能来保护 但是亚裔的这种具体的诉求 不太可能被反对仇视亚裔运动 表达出来 对吧 因为什么 BLM不会答应 Antifa不会答应 民主党可能也不会答应 相比而言 中共在背后的作用 其实可能更为有害 上周末 在纽约的游行 就看到有身穿红色衣服的人 带头高喊 打倒美帝国主义 说我要回中国 等等等等 在美国大力宣传 中共的爱国主义 这一点 恐怕是美国的华人 尤其需要警惕的事情 这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 美国的共产主义 这种病毒 已经开始发作 他们现在隐藏在民主党之内 以民主党的某种极端左派的形式出现 他们的口号是平等 选举权 等等 对不对 但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的这些口号 尤其尤其不可靠 上个世纪 四十年代后期 在中国大陆 中共正在和国民党打内战 夺取政权 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媒体里面 他们都连篇累赌的宣传民主和选举 他们要求一人一票的普选 最高行政长官 就是总统 和所有的国会议员 反对什么 一党专政 反对政党去控制军队 而且中共的报纸大力赞扬西方的民主 尤其是美国 中国的大批民众和大批的知识分子 因为对当时的政府不太满意 也因为被中共的这种高调宣传所欺骗 大量的转而支持中共 十年之后 中共已经取得了政权 获得了对中国大陆的绝对控制 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再说民主了 普选从字典中都消失了 要求军队国家化成了一种严重的罪行 200万中国知识分子精英 被中共拘押起来 就在刚才看了一个 对医疗专家的专访 研究新冠病毒的 他说我们一个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就是要解剖得这个病的去世病人的尸体 看一下这个病毒是怎么一步一步伤害人体器官的 我突然觉得我也像是一个专家 正在解剖中国大陆已经死掉的 那个共产主义试验 在我看来 美国共产主义的病毒 现在正在以同样的方式传播和发作 而斗争和相互仇视 正是这个病情最初的症状 就像当年中共宣传的民主一样 我们需要特别警惕那些 打着平等和反仇视 这种旗号的运动 因为什么 我发现他们特别需要的是 我们去仇视别的什么族群 这个需要我们非常非常的警惕 好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